屠原,海外网9月14日电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,9月1日起正式实施,截至到9月10日,已经有超过2.28名台湾同胞申领了居住证。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,对于大陆台胞踊跃申请居住证,台湾一手大学副教授,高雄市两岸和平促进发展协会理事长燕阳青认为,居住证不仅基于事实需要,申请人数还会持续增长。 燕阳青说,大陆出台政策不仅越来越铁贴细心,且具实用性及便利性,对在大陆求学、工作或创业的台胞都有利,申办居住证是基于他们在大陆生活上的事实需求。 眼看着岛内民众积极深领居住证,台当局坐立不安,民进党立委更扬言要提案修法,对申请大陆居住证,这注销在台户籍。 燕阳青对此表示,这种想法只会逼得民众二选一,把民心向外推,燕阳青说,大陆推出居住证,也没要台胞二选一,但民进党一提案就想要大家二选一表态,这种逻辑只会让把努力在大陆求生存,求学就业的台湾人推离这块土地更远,这种提案立法带有恐吓,打自己小孩的意味。 燕阳青环质问,蔡英文当局为何不能无实地思考一下,如何让台湾人在这块土地更有机会安居乐业,制发居住证事便利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的一件好事,台当局却设法阻挠,还启动了所谓修法,意图对申领居住证的台胞予以处罚。 对此,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12日表示,对于涉及台湾同胞利益扶持的事情,大陆方面一直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,认真倾听台湾同胞的呼声,积极回应台湾同胞的诉求,为台湾同胞做实事,办好事。 而台湾有些人却总是看不顺眼,以对抗性思维和逆反心理,去横加指责,民进党当局更是一再威胁、恐吓、阻挠、限制。 这实际上是在坏台湾同胞的好事,海外网张敏则编,张敏、姚凯宏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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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